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夜幕星河中的红裙女神,杨子的浪漫穿搭。 夜幕星河,红玫瑰绽放。 她,如玫瑰般娇艳,一抹红裙映衬着夜幕的星河,优雅而神秘。 这个令人陶醉的画面,正是内地璀璨明星杨子在某种活动上的惊艳亮相。 她的美丽与浪漫,就像夜晚星空下一朵盛开的红玫瑰,令人赞叹不已。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解析杨子的这套浪漫穿搭,看看它是如何在夜幕星河中成为最耀眼的玫瑰。 红裙,娇艳如火的浪漫诗篇。 在夜幕星河的背景下,杨子选择了一条鲜艳如火的红色礼服。 这款红色礼服采用了柔软的面料,贴合身形,展现出它曼妙的身姿。 红色象征着热情、浪漫和爱情,与夜晚的星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得杨子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设计细节,优雅与神秘的完美结合。 这款红色礼服在设计上充满了浪漫的元素。 采用了独特的一字肩设计,展现了杨子优美的颈部线条和性感的锁骨。 同时,一字肩版型也使得它的脸庞看起来更加精致。 礼服采用了修身剪裁,凸显出杨子曼妙的腰身和完美的身材比例。 这种剪裁方式不仅展现了它的好身材,更让它在优雅中透露出一丝神秘。 裙摆触的设计更是独具匠心。 宽大的裙摆随着它的步伐轻轻摆动,仿佛一朵盛开的红玫瑰。 而裙摆上的刺绣图案则增添了一份浪漫与唯美,使得整条裙子看起来更加立体和有层次感。 配饰,点缀星河的璀璨明珠。 为了增添整体的浪漫氛围,杨子在配饰的选择上也非常用心。 她配戴了一对精致的耳环和一枚璀璨的戒指,这些配饰采用了闪亮的钻石和玫瑰金材质,与红裙相应成趣,犹如夜幕星河中的璀璨明珠。 发型与妆容,高贵典雅的公主范。 在发型和妆容方面,杨子同样展现出了她的时尚品味。 她选择了一款优雅的盘发造型,将长发轻轻地盘起在脑后,露出了优美的颈部线条。 这种发型既展现了她的高贵气质,又与红裙的浪漫风格相得益彰。 在妆容上,杨子选择了一款淡雅的妆容,突出了她的自然美。 淡淡的粉色腮红和唇彩,让她的脸旁看起来更加娇嫩可爱,而清澈的眼眸则透露出她的温柔与善良。 玫瑰般绽放的高跟鞋。 为了与红裙形成完美的搭配,杨子选择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这双高跟鞋采用了细高跟设计,展现了她的优雅气质。 同时,鞋面上的玫瑰化装饰与红裙的主题相呼应,使得整体造型更加和谐统一。 叶木星河中最耀眼的玫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杨子的这套浪漫穿搭不仅展现了她的美丽与优雅, 更在细节之处彰显了她的时尚品味。 她以一抹红裙书写着夜幕下的浪漫诗篇成为星河中最耀眼的玫瑰。 对于喜欢浪漫风格的女生来说,这套穿搭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范例。 潮流上心计。 藏海传内幕曝光 肖战成为王牌,南派三叔之负责剧本。 作为郑晓龙导演的新作,改编自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 讲述了汪家祖先汪藏海的传奇故事。 电视剧《藏海传》自从官宣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 而最近,网上更是有连续爆料指称该剧存在内部问题, 导演和平台掌握主导权, 而肖战则成为宣传焦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悉,该剧的编剧是南派三叔, 也就是盗墓笔记的作者, 他在微博上也多次表示对该剧的期待和信心。 然而,据所谓的知情人爆料, 南派三叔在该剧中之负责剧本, 而制作和演员选定权则掌握在导演郑晓龙和平台手中。 这意味着,南派三叔对该剧的风格和质量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而导演和平台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利益来决定该剧的走向。 这对于南派三叔的原著粉来说, 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他们担心该剧会不会出现改编诗珍, 剧情乱改, 人设崩塌等问题, 导致原著的精髓和魅力被破坏。 另一方面, 该剧的主演之一, 青年演员肖战, 也成为了网上的热议话题。 肖战在该剧中扮演了汪藏海, 也就是汪家祖先, 一个从一介不一谋视到成为帝国的内阁首府, 身负携海之仇, 披荆斩棘, 揭破阴谋, 携手挚爱朋友守卫国家的传奇人物。 这样的角色, 无疑是对肖战演技的一次挑战, 也是对他人气和影响力的一次考验。 据爆料, 肖战在该剧中被视为王牌, 因其宣传价值和吸引力, 因此不需要过多担心宣传问题, 而是可以专心投入拍摄, 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这对于肖战来说, 无疑是一种信任和肯定, 也是一种机会和压力。 面对这些爆料, 肖战的粉丝们也纷纷表示支持, 并期待肖战未来的作品, 相信他的演技和表现不会让观众失望。 肖战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出道至今七年的时间, 他的表现也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无论是陈情令中的魏无限, 还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 他都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特点和情感, 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出不同的风格和气质。 而在《藏海传》中, 他将挑战一个全新的角色, 一个有着复杂命运和深刻内心的角色, 一个有着传奇色彩和英雄气概的角色, 相信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粉丝对肖战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祝福, 希望他能够在《藏海传》中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也希望他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发光发热, 展现出自己的多样性和魅力。 肖战不仅是一位演技出众的演员, 也是一位有着正能量和影响力的偶像, 他的每一次作品都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他的每一次行动都能够带动和感染无数的人, 他的每一次成长都能够激励和鼓舞无数的人。 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和喜爱的艺人, 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 呼吁他继续保持优秀,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 为自己的事业而拼搏, 为自己的粉丝而感恩, 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